大家好 那么昨天的2020缅甸和印度海军联合军演 这个军演上出现了一艘 缅甸海军877EKM柴电潜艇 这艘潜艇的出现 让印度和缅甸的合作也就曝光了 印度现在在整个南亚地区 也在积极拉拢缅甸 缅甸和印度的军事合作也是长期化 这个877EKM项目 是一艘S58柴电潜艇 它是1988年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制造 列宁格勒制造以后卖给了印度 紧接印度服役结束以后退役了 二手潜艇在2019年的12月份卖给了缅甸 缅甸海军它是财政有困的 所以它买一些二手的装备 但是这艘二手的装备也可以保证缅甸成为东南亚 东南亚的一支现代化潜艇作战部队 因为东南亚有些国家它根本没有潜艇 虽然这是二手的它的作战能力也是很强的 所以缅甸现在收到这批这个潜艇用于什么 用于培训 艇员培训 另外它购买一些先进潜艇的话 也可以保证做训练使用 所以印度大量采购俄制装备 这些退役的二手的俄制装备就卖给了缅甸 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洋地区的合作 其实大家得先知道缅甸和中国是有合作 但是和印度合作更多 这个看马上就黑天了 最后再说两句 所以我现在看到印度 它不光是在中国的喜马拉雅山附近 在怎么说拉拢自己的伙伴 其实也是在什么 围绕着马利亚海峡附近 特别缅甸那块 那其实像缅甸非常高兴的 这两个大国在这争 在这争 那我缅甸就是吗 我就成为渔翁了 你们两个争吧 缅甸和印度的合作 大家可能认为是中了中国去的 不是 我给你解释一下 缅甸和印度的合作主要是因为孟加拉 孟加拉有罗兴亚人的问题 罗兴亚人是穆斯林 那么印度它和巴基斯坦 互相斗争又反穆斯林 那么印度和缅甸一拍即合反穆斯林 对付中间孟加拉的穆斯林 罗兴亚人 双方有合作 所以这个问题上咱们得看清楚 缅甸和它的邻国孟加拉有矛盾 双方在边界上已经部署了上万人 这样的矛盾让印度有了机会 印度什么机会 我也反穆斯林 莫迪是反穆斯林的 莫迪曾经在他那个城市 进行屠杀穆斯林的活动 所以莫迪是反穆斯林的 所以莫迪反穆斯林 而缅甸也反穆斯林 罗兴亚人 他是佛教徒 所以两国有先天的什么合作基础 他并不是针对中国 就是印度呢 他也并不是针对中国 所以咱们中国人在缅甸 和印度合作这个事 你得看到他中间夹杂着穆斯林 这个问题 特别是孟加拉 孟加拉和缅甸之间 有罗兴亚人这个问题 那印度和缅甸的合作 咱们也不用太大意 该注意 我觉得也得注意 毕竟他都是二手装备 不用太担心 但是呢 这种合作会不会影响到中国 咱们中国人得担心 得注意